人氣話題要來看到 日前有個爸爸 幫兒子簽聯絡不實 為了跟老師開玩笑 竟然寫下老師喜歡的偶像團體名稱 還自稱是劉德華 更附上了自己的照片 沒有想到這個老師 也是幽默的回應 直接貼出了 烏龍派出所受理的案件證明單 換內容就寫著 爸爸在抹黑他的偶像 而媽媽看到之後 哭笑不得 也不禁感嘆說 下次去接小孩子的時候 要怎麼面對老師啊 翻開兒子的聯絡簽名 來為領進寫著偶像團體的 專輯名稱 還附上一張大頭照 媽媽當場傻眼 原來是爸爸的傑作 爸爸就是為了鼓勵小朋友 就用自己的那個頭貼嘛 去做那個貼紙 家長可能就是會用這種 鼓勵小孩的方式說 你表現得好 怎麼樣 可能就是我們蓋個章什麼的 林小姐哭笑不得 因為平常都是她負責 幫兒子簽聯絡簿 這兩天換爸爸來簽 沒想到老爸卻自稱 古山劉德華 因為知道兒子的老師 特別喜歡日本團體成員 阿布亮平 還故意簽下 Orange Kiss 阿布德華 老師也玩笑回應 直接貼出烏龍派出所 受理案件證名單 說對方在抹黑他的偶像 他知道那個老師喜歡 那個日本男子團體Snowman嘛 然後有時候老師走出來 他可能就會突然對著老師 唱那一首Orange Kiss 所以我就覺得他真的是很ㄎㄧ 爸爸的逗趣行徑 笑翻一票網友都說 有這樣的老公生活會多才多姿 但也有人提醒媽媽 別忘了要罰老公貴榴槤啦 無讀有偶也有家長把作業 交給孩子的阿嬤簽 結果 阿嬤真的簽了阿嬤兩個字 原來媽媽因為有事麻煩婆婆幫忙 督促孩子寫功課簽作業 結果阿嬤直白地簽上阿嬤兩字 也引來大批網友討論說阿嬤真是可愛 記者綜合報導